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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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盡量找一些東西有歷史的深度 回顧一下一些發展 我都盡量找一些比較近期的報導 但是也都是一些比較回顧性的報導 其中一些就是老生常談的問題 講到這個太陽能的使用 我們也這麼說 其實大家很早的時候 即是說70、80年代 可能大家都接觸過一些太陽能的器件 即是那些太陽能的計算機 以前你可能在講在那些長沙環 或者在那些觀塘的電子廠樓下 有一堆出口貨 接著那些人甚至乎擺一架走軌檔 手推車在那些工廠大廈那些街口上 推了一大坨 找了整個竹坨 一個篩這樣 一堆太陽能計算機這些東西就放在那裡 其實太陽能這樣的科技其實就有了很久的 但是一直用的時候就可能是一個很輕盈的電子儀器的層面 但是我們會不會就是說能夠看到有一天 是真的大量使用這個太陽能 太陽能會成為我們一個日常生活能源的主要來源呢? 其實這一天我覺得是不遠的 那如果你現在走出街 你去那些巴士站上面 你也看到這些太陽光那裡的 是 是 是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我們首先問一問一樣東西 那個太陽能一佔了我們那個 總的能源的使用有多少百分之幾呢? 香港是特別低的 這個就是當你可以說是政策層面有一個問題 但是另外就是說香港自己本身是一個高樓大廈比較多的社會 就是說你不是說大家將它鋪平在一個地面那裡住 不是說人人都可以住大屋啊 有個大的花園啊 大家是搭起來住的 所以你不是人人有個天棒可以給你這樣 人人有個公園去採集太陽能 所以你說香港那個太陽能用起來 我會說越窮的人越用不了 就是越是有錢越是多地的人就越用一套 那你說如果說一些機構去有個大的試驗場去試的時候 那它有地 那你就可以用 那香港就不算多 但是是不是代表著不需要做開發下去呢? 但是我就會說了 其實很看你本身那個太陽能 它那個效能可以提升到多少呢? 還有是耐不耐用呢? 就是如果以香港來算 它能夠貢獻到譬如5%、10% 那其實已經是很夠多了 而且它是一種乾淨的能源來的 如果你能夠去鋪這些這樣的太陽能板 是令到香港滿足到自己的5-10%的能源需要呢? 其實已經是值得做的 那太陽能是不是很省錢呢? 這個就有數得計了 其實大家都不妨做個小小的計算一條數 你在網上 我不管你在什麼機構買 你在Amazon買好 你去淘寶找也好 買太陽能板 多少錢? 然後你發覺現在買太陽能板呢? 跟你在報行買報差不多的 斷匹計的了 就是你是斷面積這樣 就是你做窗簾報這樣 你幾大塊就繩上去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那當然 你買回來你要鋪的 要找師傅裝的 那那裡就另外一筆錢了 那其實你說如果 假設香港的人 比如我說住村屋的朋友 那住得村屋丁屋那些 你有機會住到三樓有個天棒 是不是? 那你在那裡去買一個 就是太陽能板 去鋪滿了它 那你都知道了 其實就是700呎左右的平面 那就是都是70個平方 然後我當你真的鋪滿了它 再包上去安裝的話 那其實你是在說是丟 就是都是在說一個 10萬8萬左右的錢 來去做這件事 那好了 你擺了這個錢 可以用多久呢? 就用20年 應該就沒有問題的 但是當然你可能定期要去 衝一衝去清洗它 讓它的表面不要積那些東西 遮住了去影響效能 然後就是它可以幫你收集到的能源 那它未必夠你每天所需要的使用 但是譬如說你能夠是有三分之一 可以滿足到你三分之一的照明 其它東西的用量的時候 那你那張電費單就便宜了三分之一這樣 所以你除掉那條數就是投資成本那些東西值不值得呢? 那現在我剛才舉個數就是虛數來的而已 真正正下來是怎樣的? 你就真的去找那些數字來去計一計 現在你會發覺對於很多國家來講 是有著數的 香港來講最麻煩呢 就是除了你不是人人有天棒之外呢 就是香港的天氣不夠好 就是你動一下就陰天 然後就有些季節就整個星期一直下雨 還有一些其他的風險就是你會打風 有時摘爛了一些東西 摘倒一些東西 那這裏就是另外一些條件 但是如果你說是一些沙漠的地方 那它可能最擔心就是泥沙鋪了上去 令到你收集不到太陽能 那就是這些東西 所以你說對於那個成本的效益來講呢 其實就對於很多國家來講已經是合理的了 已經是這件事 那如果你是這樣說的時候呢 那換言之就是越來越多資源會投放在那個太陽能的研究上面 那這個也會帶到它那個太陽能的成本會不斷降低 這個是不是為什麼現在說它出現一個所謂的keeping point的原因呢 嗯 此其一啦 那這些你又可以看一下一些的數據的 你如果說回無論是世界上幾個主要的大國 你說中國好 歐盟好 還是說日本、韓國 甚至乎美國更加不用說了 澳洲這些這樣的國家 它能夠採集到太陽能的一路去鋪的時候呢 你會發覺是近這六、七年 它那個太陽能的產能是以幾十倍這樣上升的 就是以前你可能講的大家拿來做一下計數機這樣 就是你可能就是那個太陽能採集下來 只是可以貢獻到你那個每日需求的零點幾個percent 但是你想想它如果將它成幾十倍的時候呢 最後現在是出到貢獻你整個國家需求的幾個percent 甚至乎未來再可以催谷到上去 就要佔20個percent都可以的 那這個東西呢 當你去大規模去用的時候 還有那些東西夠耐用的時候呢 就是你會看到整件事就成事就是這樣解釋的 那個材料便宜 材料夠耐用 保養也夠便宜 於是乎你會發覺突然之間就是可以說這幾年 有人甚至乎做了一個預測的 去到2030年呢 對於世界上超過三分二的國家呢 你都會發覺太陽能成為了最便宜的能源 甚至乎去到2050年的時候呢 大家去估計呢 除了北歐之外呢 其實世界上應該是所有國家都會發覺太陽能是最便宜的 所以有這樣的預測去看的時候呢 我們就說今時今日我們雖然大部分人的社會 還是用很多化石原料 但是呢 你會發覺呢 那個突然之間那個太陽能一旦爬上來 真的又是會在這幾年之內發生的 那我也記得在先前某一兩集都說的 就是在2030年呢 我們都會看到一個很重要的能源革命的變化了 那就是最後大家去想一下 你世界上的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重要性 會是跌到去多少呢 那甚至乎這個世界上面 當大家的能源都盡量做到太陽能 或者其他的再生能源自給自足的時候 整個地緣政治的變化又會是怎樣呢 那我會看到一個很翻天覆地的變化 是在說接下來的十年會出現了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呢 譬如說你說在中東 打一場這樣的戰 或者其他地方 都影響到這個能源的問題的 俄羅斯有出油的嘛 是不是 那你在中東的那些錢怎麼來呢 打的錢怎麼來呢 那它很多的油和油有關的錢 換言之就是 如果我們不是依賴這個化石的原料的時候呢 哪些國家有多一點的武器 哪些國家有多一點的錢 其實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變化了 但是你現在在說那個能源 都不只是太陽能的 石岩氣也是另外一個變化了 但是太陽能歸因到底 對人類社會有什麼好處呢? 那首先都是說那個能源相對比較潔淨 就是你的保養可以相對比較容易 就是它不是一些已經是做到不是太容易爛的東西 只要你放在那裡 你不是說打風 你不是一個波散過去 基本上就是 你都可以用一個比較持久的時間 還有就算真的不小心爛了一塊半塊 你就就這樣把它拔開了換 自己都換到的 其實那些東西是可以簡單的 就是它那個成本和造成的那個污染是低的 已經提供了足夠大的誘因 就是你數其他的再生能源 你未必能數到那麼多的好處 但是太陽能現在似乎就是做到可以這樣 其實想得科幻一點點 就是台長都經常會提到Dyson Sphere這個概念 是不是? 我們就在說人類文明未來再進一步的時候 我們就是主要依賴著去收集我們的主行星的能量 於是我們會建一些更加巨型的結構 這個結構可能延伸到地球的地殼以上 一個甚至乎上到太空的尺度 這樣來去收集這個太陽的能量 把它拿回地球去用 而這件事就是可能一些比較簡單的版本會陸陸陸陸陸陸出現 比如說日本接下來的一些project就是 它做一個人造衛星在太空收集太陽能 然後將太陽能用激光形式射回地球 於是你會發覺它都是一種Dyson Sphere來的 其實是這個 這件事你會發覺原來就不只是這麼科幻 就是可以變成現實 但是首先一個條件就是在地面上 你會看到更加多這樣的太陽能收集板 而一件事在講太陽能的時候大家比較少提的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也是過去一兩星期提到一件事 地球上面的鋃電池 鋃電池的鋃電池的鋃電池資源 爭奪戰是白熱化的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拿來做我們充電池的一個很重要的材料 你會發覺隨著我們地球上的鋃、骨、銅和鋃這幾種元素 大家是將它收集得越來越多 目的是為了什麼呢? 就是為了整個電腦 以及去做這些儲藏太陽能的電池 有了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覺 無論是化學材料的儲備 以及這個速電池的儲備 做太陽能板的材料的儲備 它會成為一個國家能源戰略物資 所以你看回整個 由以往 到我們很習慣石油主導的地緣政治博弈 那種資源爭奪 是會突然轉化成為另外一種資源爭奪 就會非常明顯 剛才你說的例如你 或者其他 是不是等於一個錢鋼 太陽能 寫了幾下來 可以進入錢的錢鋼 到時你可以打爛錢鋼用錢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就是這樣 一個儲存的性質 是的 我們最簡單的希望做到儲存就是 我早上充下來的電 我起碼可以晚上用 是不是? 或者我將它早上煲下來的水 我晚上可以有些熱水拿出來用 我們有很多這樣的方法 但是始終一個比較輕便的方法就是 將它整成尿袋 就是真的做一個用鋰金屬做出來的一個速電池 現在可以說 做鋰電池的科技也都是非常的便宜 我們都知道現在暫時來說 中國是能夠拿到最多這些資源做到最便宜的 但是這個形勢是會變化得很快的 就算接下來中國繼續在這方面排第一 但是代不代表著其它國家完全可以放手 任由中國繼續壟斷這種資源在這裡做主導地位 自己會不會也要發展一定的儲備和產能呢? 我可以幾乎斷定說是一定會的 但是這個 譬如說我們收集這個太陽能的電 效益高不高呢? 譬如說 太陽能寫下來我們拿到多少個百分? 視乎你用哪種的技術 我們一直經常聽說 哇 幾個百分?十幾個百分? 這個是在講30年前的數字 現在呢 起碼在講20到30% 就是我會說四分一到三分一左右 是可以很便宜的輕易做到的 就是我會說 就算你是在淘寶逃回來的 就是 其實是這樣講的 就是你可能就算Amazon買回來的那個 其實都是在大陸做的 都是一種很便宜的那種叫薄膜的技術 或者有一種都是那種叫做 複合罪合物的一種技術 他們都是不貴的 但是他們那個吸收效能呢 就譬如你有十個單位的能量 它都可以給你吸收到四分一到三分一左右 另外有些比較貴的技術的 它可以幫你吸多幾種不同顏色 就是光譜裡面更闊的範圍的 如果你說世界紀錄一開始做到 一半都可以 就是說兩個單位的能量扔下來 有一半就可以給那個速電池吸收了的了 所以那個效能我會說挺高的 好 如果這樣的形勢 這個太陽能真的有一個非常之高 很大的發展機會 所以我們的Elon Musk 都應該有一家公司是專門做太陽能的 它不單止是這樣啦 它簡直是自己專門做太陽能的整個電機的裝置之餘 它買了自己的鋰礦的 這個就是Elon Musk 它們自己都看到這個先機就會是這樣 好 那我們完成了今天所有的環節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